你兩位剛從台東玩回來 有感覺那邊哪裡比較好玩 超多 而且他超誇張的 他在那邊馬上就想要再訂下一次 對 而且也打算可能退休會 台東是首選 然後可能已經開始在看房子了 做準備 沒有啊 都會這樣 我很喜歡一個地方 就會開始在那邊看那邊的那個 但都買不起 應該是說台東的步調很慢 然後很輕鬆 然後因為他又很喜歡大海 所以就特別喜歡那邊的感覺 對 去年我們光長斌就去了三次了 然後今年就又往更南 比如說都南 都南東河那邊跑這樣 對 在解封的時候就再出日本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訂好機票了 我們訂了跨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感覺快開放了 如果開放的話一定機票會更貴 然後一定會搶不到 因為大家都想去 所以我們超前部署就先賭 就賭那時候他一定會開 或是我們一定不用隔離 然後就先訂了機票 對 但我們還是有選 就是如果不能去可以延期的 對對對 延期比較 還是比較保險 但其實下個月我們就要去巴黎島 對對對 都訂好 要去公路 對 促進觀光 對 哈哈哈 訂了一個禮拜 對 去北海道 對 一個禮拜 因為很久沒有去花學 然後已經開始在看過年的機票 但已經有點貴了 對對對 那很超前部 今年是你們結婚第七年 我其實不知道 對 他一直都不知道 對 其實是第七年的 第七年 喔 第七年 七年之養 你沒有再過節 我們其實不太過節 生日 點多生日 錢燕姐都不過 然後結婚紀念日會過 但是其實主要是為了 要慶祝結婚 然後可以出去 出去玩 不會啊 七年 七其實是我的 lucky number 對 我所有東西都是七 因為他是幾幾 他就七七 對 所以都七七七七 對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畢竟他連幾年都不知道 對 哈哈哈 對阿 不會去計較什麼 然後加上就是 我們 幾乎沒有隔夜守 對阿 幾乎真的 我們吵架不會超過一兩天的 對阿 如果是那種有情緒 我一定要馬上跟他講 嗯 如果不開心不講 我就是 會怎麼一直 齁 睡不著 所以一定要馬上都發覺 今日是假今日是必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真的就是像剛剛講 我們幾乎 是沒有什麼 瞞著對方的事情 就是不爽也會講 然後什麼 我就直接講 對 就是至少有講比較OK 我們的溝通很直接 直接到經紀人或是朋友在旁邊 都覺得我們在吵架 都會害怕 我應該還沒有想什麼 沒有我更年齊了 這輩子都不可以 我快更年齊 對阿 我很期待他的更年齊 哈哈哈哈